大家好,我是Lan哥 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時間 CLS呀,CLS呀 大家知不知道CLS為甚麼嗎? 我免得今天說出口了 所以就用CLS代替了 大家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為甚麼呢?因為新地 將豪宅賣平民價 之前傳新地在啟德跑道區的天曬天 是豪宅的天花板 甚麼是天花板呢? 即是頂級的豪宅 大家都在猜測開3萬、4萬、5萬元 怎知現在開出來,萬九 哈哈哈哈 豪宅開萬九,大家在做甚麼 難怪只有柏惠心萬七都賣不到 新地的價一出,立即震省了啟德全區的樓價 聰明的富豪再次散貨 羅守輝1.5億便沽了監督雲園 你看到小息不對,當然要先拿錢 這個世界是甚麼最親?當然是錢最親 羅守輝見到小息不對,立即走貨 你又走了沒有? 而今集亦有其他二手成交 大家千萬別錯過今集的內容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及分享給朋友 有時間請幫忙看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長實買樓,喜歡用深水炸彈 所以每個業主都死得慘 而新地這次不是用深水炸彈 新地的核彈 一炸就炸散了全國啟德的樓價 今天,即是9月23日 新地公佈了天曬天 第一張價單 涉及了182元 開放式的折實最便宜 就是476萬 真是豪宅 整批平均折實的赤價 只是19668元 2萬元都不夠 比Bull Coast 更便宜 如果啟德開這個價 可能Bull Coast 阿祥實又要再下 我們看完整個啟德區 在樓價還沒想到 究竟有什麼價錢和平均實價相似呢? 要倒數回到2017年9月 推出的Oasis啟德 他們首批的130伙 折實了平均赤價 就是2萬元左右 如果今次啟德賣19,000多 即是差不多2萬元 還要評估2017年 Oasis啟德的2.7% 大家要記住 Oasis啟德是一個平民 我們稱為中少爺 即是便宜價盤 但這個天曬天 一直說是豪宅的天花板 即如汪先生買了一個名柱 那怎可以跟日出康城的樓價比呢? 即是這樣的意思 但現在將汪先生的名柱 把日出康城的樓價 把日出康城的樓價 那大家說怎麼辦呢? 我們看看首張182伙 究竟是涉及什麼單位 涉及實用面積 現在由240呎到887呎 它的樓價包括了 開放式有7伙 1伙74伙 2伙佔100伙 4伙佔1伙 沒有3伙 今次最便宜的售價 就是4706萬 到1763萬 折實了平均的尺價是多少? 由17000元 一直到24000元 最便宜是17000元 即是比8位收 如果在均價賣19000元 我想起一個 快要入伙的盤 柏龍 柏龍高峰期 都是賣19000尺 大家知道嗎? 當然有些貴的 是21000元 其實很多人都在19000元 買了柏龍 換句話說 如果大家多等幾年才買樓 就可以由錦上路 搬來啟德 而且是啟德最豪的豪宅 另外現在收緊票的維港雙串 我覺得應該可以把票退款給別人 即是把票退款給別人 即是今天星期都不用賣了 同時有網上 亦再次哭云了在廁所 他又覺得看好啟德 看好洞窟靚 很糟糕 我們又看看啟德的地價 當時多少錢買回來 啟德在2018年 用了超過250億元 就拿到這幅地 真是拍得住 這個當年用500年8億 高的痕跡 拿到雲地 當時要計算 那個樓面地價 就是17,776元 現在這次 17,000幾 當你18,000 再加5,000元 建築成本 23,000 換句話說 就是賣一家 虧一家 虧買 大家猜不猜到 為何新地要這樣虧買 原因很簡單 現在他已經有3,000幾 差不多4,000元 這個貨尾 如果他這些新盤 再推出來賣不到 是不是又變成貨尾 那就變成4,000幾 5,000 即是他一定要盡快去貨 坦白說 今次這個減息 這幾天完全沒有動作 樓市不升 人們不出來賣樓 發展商很害怕 是不是 喂 減息原來沒有作用 阿拉人哥又中 阿拉人哥年中都說 無論你美國或者香港 你減不減息 其實樓價繼續下跌 新地這個 即是豪宅賣平民價 就有很多話說 因為始終我這條片 我要講到其他樓市消息 我覺得晚一點 我會開一條新片 專門說新地 今次的轉態 今次很明顯是一個轉態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眼跌做這條片 現在連減息都出來了 這個市場也沒有反應 不知道發展商 可能連富豪都見到 細色不對 當然是走貨 今次走貨的富豪是誰 阿羅首輝 他最近用1.5億 連租約 沽出了 灣仔六黑道 升港大廈地鋪 和一至三樓全層 平均赤價是6818元 這座東西 在6年前賣入 現在沽出來也要輸錢 輸1800萬 期間貶值11%離場 我們看看這個成交地址 這個成交物業的地址 就是灣仔六黑道 233至243號 升港大廈地鋪 和一至三樓全層 而總建築面積有2萬2千尺 物業最近以1.5億年租約沽出 包括大廈的外場權益 大家可以在賣廣告 接近赤價是6,818元 現在這個物業 是一間島銀縣成租 月租約86萬 租期到七樓的11月 如果按成交價計 新賣家可以有6.9厘的回報 現在的回報 大家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高 之前可以買4厘、5厘 現在有6、7厘 我們看看資料顯示 羅秀輝用公司賣入 這個物業的當年 就是2018年2月 以1.6百億賣入 今天持貨6年 現在賬面 見到蝕了1,800萬 單位期內 貶值了11% 這些富豪 見到勢息不對 減磅 即是現金為王 Catch King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如果大家做業主 即是要聽拉人哥說 輸少當贏 現在我都知道 有很多業主 不是輸得很少 輸得很多 一定輸兩、三成 比比街市 但我覺得兩、三成 都是要走的 你不走 接下來更嚴重 大家放牆上 看看拉人哥說得正確 好了 今天看兩單 二手成交 第一單就是美孵新村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最近美孵新村好像 都幾多人沽出來 我想大家都可能 聽到拉人哥說 為了這些藍籌 我願意盡快離開 日後更難沽 所以趁現在有市場 又要盡快沽出來 這些舊式的藍籌樂園 最近有一間美孵新村 的三房 以618萬沽出 這個業主在五年前 是以以頭價 888萬萬 的單位 最終貶值了270萬 虧幅高達30.4% 這個業主五年前 以以頭價888萬 就是發賣 今次沽出 618萬 即是六一發 對吧 都是以頭價 這個業主很喜歡以頭 好了 看看這個成交單位 是怎樣 這個成交單位 就是美孵新村 三期白露匯街 63號 高中層D室 上面積是657呎 在三房間間 最近以618萬 易手 置合的實用 赤價是9406元 據了解 原業主在2019年5月 是以888萬 就賣入這個單位 現在是持貨五年多 現在的股貨 賬面就要虧270萬 單位其實可以貶值了三成 今個月至今 美孵已經有12宗成交 其實算了很多 為甚麼 因為現在的市貸 有12宗 你差不多兩天左右 或者兩天多 就有一宗成交 所以現在美孵新村 現在也有很多人就近貨 大家見不見 好了 我們看一單 這個二手成交 今次看一 就是去到柴灣滴滴站上蓋 一個叫做新翠花園的屋苑 今次這個 柴灣新翠花園 有一間三房 就是以這個578萬 估出 赤價只有一萬一千多元 原業主 是8年前買來的 現在帳面都要輸67萬走 即是貶值了大約一成離場 今次成交的單位 就是在四座高層D室 上面積是508呎 三房間價 那麼 業主原本就叫價599萬 放盤 他也不敢叫得多 要下600萬 最後要減到578萬 即是減少少 才可以沽出 現在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業主都很理性 即是不會有開到很高 開到很高 根本就沒有人來看 看也免得看 有些人分成你還價 所以這間業主 就算是599萬 最後成為578萬 即是減少10多萬 我覺得這間業主 就很有誠意去沽貨 所以這些單位 就應該會更快 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賣樓 就不要開天殺價 落地還錢 現在這樣 是嚇怕了買家 我們看看資料 這個柴灣新翠花園 最近的平均尺價 是10244元 但今次 它沽到的尺價 是11378元 所以其實它高出平均尺價 就1成 所以這次沽出了一個好價 業主在2016年 以645萬 就賣入這個單位 今次持貨8年 今次轉手 就虧了67萬 其來這個單位 就貶值了10.4% 大家看到我突然間 本來的照片 是不是很奇怪 就是同一群的照片 還是幾年前的照片 因為現在去外場 通常崇江這個字 應該換成電子螢幕 還是廣告版 我就忘記了 因為我們開了三年 不過一定不是這個圖片 我插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想拿一個崇江的字 因為我下一段影片 就講崇江 崇江 崇江有什麼要說呢 其實我看崇江 就是利福集團 應該看錯了事 在契德起了兩棟 雙子踏出來 究竟如何收貨呢 我覺得也不能買得多久 所以我特別開一段影片 就會講崇江 今天也因為突然間 有一個天曬天 豪宅賣平民價 我也會做一段影片 講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一兩天 其實都有幾多影片要做 那我就出去喝茶 逢星期一 星期四就出去喝茶 一個習慣 老人家很奇怪 老人家是存在一種的習慣 你習慣了就要去 喝完茶回來就開始做影片 今天 你預算是明早8點出的 這些影片 大家可以看這條 拉人哥這條 樓市速遞 就能夠睡覺 至於英國樓市信商 也有十幾天 就沒有跟大家見面 今天也要答派觀眾問題 問題我選了出來 我想我都在 喝完茶回來就做了 其實我回答這些問題很快 比我做樓市速遞 這些樓市速遞 做了三個多小時 我每條影片都做出來的時間不同 但每一次一定是樓市速遞 這條影片做了最久 其實這條影片 如果我有靈感 其實很快 或者一個小時內 我已經做了 樓市速遞 這條影片 最長 我做過五個多小時才完成 有時候要找資料 有時候有錄音 又覺得說得不好 有時候要說這些成家 都要說得有吸引力 你平均讀罪 讀書 完全沒有什麼吸引力 不要緊 希望各位觀眾 繼續支持拉人哥 今集的時間就夠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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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聽